心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 从人出生开始就一直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它能为血流流动提供压力 把血液运行到身体的各个部分 可是随着人年纪的不断增长 人体中的各个器官开始逐渐衰老 心脏的衰老更为迅速一些 容易导致动脉硬化 发病的几率会越来越大 使得心脏病是导致死亡的一个重要器官 防止动脉硬化 防止心脏病的发生 除了生活习惯和饮食上需要注意之外 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进行预防 1. 灵道穴 灵道穴位于人体的前臂长侧 当尺侧腕曲基建的饶侧源 腕横纹上1.5寸的位置 也就是两横指宽的位置 灵道穴是心筋的精穴 是心筋精水运行的通道 刺激灵道穴能够疏通心经 生发心气 帮助刺激血液流通 对于心悸心痛等心脏不适 有很好的缓解作用 建议 找到灵道穴之后 可以先用左手的拇指 按揉右臂的灵道穴 稍微发力 感到酸痛是最合适的 按揉三分钟 然后再用右手的拇指 按揉左臂的灵道穴 也是按揉三分钟 每天坚持各按一次 2.天拳穴 天拳穴位于人体手臂内侧 夜前纹头下两横指 供二头肌的长短头之间 是手绝阴心包经的常用数学之一 按摩这一穴位能够宁心宽胸 对于缓解心脚痛 心内膜或者是心跳过速 有很好的效果 建议 找到穴位之后 用大拇指用力按压6秒 然后松开两秒 一按一松为一个动作 这样反复循环18次 3.绍腐穴 绍腐穴是手绍阴心经的穴位之一 位于手掌面 四五掌骨之间 在取穴时 掌心向上 然后手指趋向掌心横门 小手指尖凹陷处 就是绍腐穴了 找准穴位之后 我们用拇指的指尖用力掐按 掐按五分钟左右 坚持掐按可以发散心火 对于缓解胸痛 心悸等都有很好的效果 除了坚持按摩上述的三个穴位之外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注意 对心脏的疾病的预防 合理饮食 稳定血压 血脂 控制体重 经常去外面走一走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促进血脂的疾病